為了解決糖米里用水問題 立委馬文君邀請台水公司 以及糖米里在地業者以及居民 進行自來水沿管工程會議 業者表示 糖米地區近年來發展生態旅遊 不管是民宿或是其他業者都非常的多 但是糖米里的自來水管線 從921地震受損之後 就有部分管線無法修復 感謝馬力委爭取針對糖米地區用水問題進行處理 改善目前的用水種境 各位大家好 那以觀光的立場 在地這邊觀光的業者非常的多 不管是民宿、餐廳、公安工廠 或者是一些當地生活的居民 那如果說我們這裡沒有自來水的話 對我們當地的影響是非常大的 我們自從921開始 沿線的管路斷掉了之後 都已經沒有辦法再維修 那也很感謝這一次馬文軍立委 替大家在地的居民去爭取說 當地的用水可以重新去建制 那非常感謝各位長官可以幫我們的忙 謝謝 因為整個糖米裡供水計畫 會使用到濟南大學土地 對此濟南大學表示 對於地方公益事務 濟大也會全力支持 幫助糖米地區解決供水不穩的問題 有關於這次的糖米的用水 那國立濟南國際大學的話 經歷過兩任的校長 那尤其是我們現任的五東心五校長 非常支持公益使用 所以說在教育部在五月的時候 也合可了這樣子的一個用水的一個公文 那我們會根據國有公用不動產的一些收益原則的部分 那用最低的租金來提供糖米裡的用水 那另外在我們的機車道的這個部分 會有250坪的這樣的一個土地 來提供公益以及民生用水的設施使用 立貴馬文君表示 糖米社區是全國重要的生態觀光園區 但是這附近自來水比較缺乏 有許多地方沒有自來水可用 經過兩年的爭取 濟南大學也願意提供土地給地方使用 糖米地區是我們全國很重要的一個生態觀光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園區 可是這附近它的自來水其實比較缺乏 所以這裡都有很多地方沒有住來最好用 那我們經過大概兩年的時間 爭取還有土地 包括跟濟南大學做協調 他們也都儘管他提供給我們地方使用 所以第一次住來水公司 已經有編列三千幾萬獎金 要四千萬的醫生 我們可能可以來做一些我們的工程 包括我們的著景的工程 還有一些蓄水裝置 還有我們的一些土地上面 去做這些土地的建築 希望就快來完成 當地居民感謝立委馬文軍 協調各相關單位 共同促成糖米里 自來水沿管計畫 希望在會後 相關單位也能夠盡速完成潛質作業 並且盡早施工 解決困擾地方已久的用水問題 記者陳雲志與其鄉採訪報導 記者智傑 記者黃沙